來,今天我們來搞這裡是叫做大木匠文化園區 大木匠文化園區 以前這是 古早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 現在改做文化園區有種小鬼 跟他日式風格 這裡頭前有武德殿 剛才還沒進去 這裡是警察宿舍 駿鴨醫所 鴨醫所就是那個警察的意思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 今天平日也沒有人幾乎包場 還有一個小亭子 這可能不知道在買東西 還是什麼 現在也沒有買 這間也都會買借 對啊,現在也沒開 可能這裡才會開 不知道有沒有人 有時候休息啊 先休息啊 現在來搞這裡是大木匠故事館 大木匠就是新化的古名 叫做大木匠 這都日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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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匠故事館有開 大木匠故事館有開 他這個好像 有開 有開 營業時間 我要來拜一 Public 我不要去拜沙 今天拜沙 欧書啊 外處瓣事中 好,待會 Ill sometime來看看 這是日式建築 這욱以前可能可能是這樣子的 這個功夫很古早的感覺 啊,另外這裡有修復古的痕跡啊 現在就是可能要發展光光的 就把一些酒宿舍整修一下 有剛剛日式的感覺 如果要愛那些人,可以來這裡攝影 它都有日式風的感覺 像這個就是舊的嘛,這裡就是新的 整修過 啊,還有讓人在那裡賣東西 我們今天在這條路看過的地方有什麼東西 這有什麼木頭的,是什麼 喔,一些那個...心思啊 鹽丁日記 羊葵啊,這羊葵也是在這裡啦 那有一個羊葵故事館 文學館啦,以前國中的時候才有一顆 叫羊葵下來,不知道什麼 忘記了 啊... 以前都叫羊...用動作羊葵 看得很像葵啊 那這裡不是有那個龍貓那裡嗎 我知道,上面有介紹嗎 我們來刷照啊 我剛剛有龍貓比較有趣啊 還有一個沉睡森林 很像...